沒有 不回答 我覺得是感覺 其實紋身有時真的不需要太多意思 或者太多意義 我覺得漂亮就行了 你喜歡就行了 因為自己很喜歡紋身 喜歡到覺得 只是給人紋都不夠了 要幫人紋 所以我就選擇了做紋身 我覺得紋身是一樣 很代表到 很表達到你個人性格風格的東西 可能我自己比較喜歡 和時裝類的東西掛勾 希望大家會留意到 其實紋身不一定是 黑社會或者要性感什麼 其實和很多東西都可以掛勾 靈感通常是客人和客人的溝通 可能透過和他傾圖 感受一下他是個什麼人 然後幫他設計紋身 我想影響我最大應該是我男朋友 同時他也是很舒服 因為你和他相處下來 他會不斷地影響到你 令到你對這件事更加認識深 令到你更加喜歡這件事 他們是很不喜歡的 因為我全家族裡都沒有人有紋身 但是那時候我是三十多度 我都要穿長袖、長褲去和他們吃飯 然後慢慢他們可能被我感染到 因為知道我真的喜歡這個職業 然後就變得現在是很支持我 連我婆婆都會說想紋身 那個紋頸的紋身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 他跟你談圖 跟你談圖的時候 看看你是一個什麼人 而幫你設計一個紋身 而且你是不能改圖的 就是不能不要他的頭 他幫我設計了這個紋身之後 我第一眼看到已經覺得很喜歡 我覺得很代表自己 我打算紋上左腳 但是還沒想到紋什麼 我覺得我一定會紋整個新的 但是只不過還沒想到